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自由亚洲电台的录音间 现在我们请到了对话援助协会的主席 傅希秋牧师和各位在我们这里接受采访 欢迎你们 能不能先请傅希秋牧师介绍一下 你们这次邀请各位来到美国举办的这次活动的内容 出席的情况和在座的各位 好的 那我们这次最主要的一个邀请的目标是因为美国争取选举 所以我们就邀请代表团来观察 实地观察美国的民主的选举制度是怎样落实的 那么我们邀请了五位开始的时候 那么结果有三位是没有成行 其中有一位是因为签证没拿到 另外两位李苏宾律师还有江天勇律师 都在中国的机场海关的时候被拦截 没有成行 当时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呢 据这个 李苏宾律师讲呢 说是会这个涉嫌 会危害国家安全 说这次美国执行 如果放他出来的话 那他们的护照都是有效的 他们的亲证也是有效的 是的 他们护照签证都有效 事先也没有通知他们 事先没有任何的通知 到了机场过关的时候才知道 对 他们行李都已经过了 就是在最后这个过关的时候 对啊 那结果有哪些被邀请者 能够顺利成行 那么我们有这个李百光博士 有这个阮亮先生 对啊 最后成行 那么这位呢 王世姆是这个正好来美国 来这个探访 所以呢 也我们也这个 因为有交流 所以呢 就今天呢 也跟我们一起加入了 王世姆是广州良人教会 王岛牧师的太太 那么前些时候 就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广州的良人教会受到逼迫 那王岛牧师呢 也有一段时间被拘押 后来获得释放 那你能不能讲一讲 到今天为止 你们的活动进行了几天 主要有哪些内容 对 我们是已经有个 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先到达 代表团到达之后呢 去参加了这个教会的主日崇拜 然后呢 就是跟一些 美国的弟兄姐妹 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交流 然后就是去在德克萨斯州的 两个城市 分别去参观了他们这个 这个大选的过程 这个礼拜呢 就来到华盛顿 会见一些这个 法律律师界的 这一些那个朋友们 对啊 包括一些这个 美国这个法院的法官呢 还有一些律师 是这个代表团呢 能够跟他们的这个同行 能够有一些专业方面的交流 嗯 那王世姆您是从哪一天的活动开始 和他们在一起 今天才开始 今天才开始 就是在华盛顿 美国首都华盛顿期间的这些活动 您参与了 是的 那能不能就请 李百光律师和 任亮先生 你们谈一谈 你们观察 美国中期选举的感受 谢谢 我们在达拉斯 后来遇到美德兰 分两个地方 观察了他们这个 国会中期选举的投票情况 候选人的这种介绍 宣传 以及那个投票机制如何使用 那我给我总体的感觉是 美国这个选举文化 已经很成熟了 相对于我们从媒体上 所了解到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比如说韩国 台湾 香港 或者其他像菲律宾等等 美国的选举文化 显得比较安静 平静 而且选举人之间这种竞选活动 也显得比较理性 他不像我们亚洲地区那般热闹 那么的 特别是那种候选人 给那个选民下跪 以及在国会 经常打斗 是吧 不像打得头破血流 我在美国看到这个候选人那种 自我情况的介绍 以及投票现场那种安静 我是感到很惊讶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亚洲人 包括我们作为中国人 在以后的这个中国的民主 实践过程中 可以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 美国的这个选举技术 我觉得也是相当成熟 而且也是 特别从这个投票人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考虑 他们的问题 不管是残疾人 这个耳朵弄的 眼睛看不见的 还有很有残觉的 他就设计了不同的投票的一种 方便他们的措施 这些也是让我很吃惊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种以人为本方面 美国已经把他这个选举文化 体现到了很到家 我长期以来非常的关注公民教育 和NGO公民社会的发展 所以这次父母师 邀请我来参与 就是来观察美国的中纪选举 我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从公民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不仅要教公民的知识 公民的道德 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公民参与的技能 而选举实际上是公民 这个参与社会事务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对这个感觉到 印象非常的深刻 到这边来 我看到美国的 现在的这样一个选举 不论是从它的形式的组织 它的文化 它的媒体的这种报道 等等这方面 都非常的井然有序 这个我觉得 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也非常希望 就是在我们中国将来 能够有我们更多的公民 能够了解自己的权利 了解自己对国家的义务 了解自己怎么样来 通过选举 通过这种演讲 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参与这样的事务 只有我们全体的公民 都能够来积极地参与 了解那么的国家 才能变得越来越好 那父母师 您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很久了 那这次的中期选举 您又是一个活动的主办者 那您现在有没有 对于这一次活动中 您特别的感受 美国这个选举文化呢 根据我自己第一次 对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 这个投票的经历啊 那作为一个 就是说中国人啊 就是就是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从来没给中国的这个 这个上至这个国家主席 总理到我村的村长 没有机会投过一票的 那么一下子头上神圣了一票 啊 说我选了美国总统了 啊 这是个非常这个兴奋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哎呀 我是呢 我们这个中国基督徒 可不可以邀请几个人 有代表性的 尤其是这些长期关注的 还有这个长期的第一线 做这个维权的这个律师们 可以亲自过来看一看 对啊 观察一下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就是当时邀请的出发点 那我我觉得这次还是非常好 啊 就是说尤其是美国这些 城市的选举官员 他们都是很独立性的 呃 必须那么热心的啊 就是说呃 就是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解释 啊 这个这个选举的这个整个的规则和方法 那么各位呢 这次来到美国 还有一个活动的主要内容 就是与美国的呃 法律界法学界呃 接触 那么在这方面 你们有没有进入这个内容 有些什么感受吗 我们今天上午与美国的同行 一批 律师和法官呃 交流了我们的工作经验 我们的工作一些认识啊 是吧 也谈到了中国的法治现状 我觉得互相沟通交流还是有很大收获 但我着重介绍了我自己的工作 在维权过程中的一些个案 是吧 怎么来推动中国的法治 我们比较关心就是怎样更多的加强中美两国律师的交流 彼此学 特别是我们从美国这边的同行学一些怎么运用这个法律程序的一些经验 来推动我们的工作 那任亮先生在这方面 您看有没有愿意谈的 这次我在飞机上还带了一本书 叫美国立宪的历史 我一直对这块非常的感兴趣 尤其是中国要想强大 必须成为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 如何从政治学啊 从法律 从这种程序和技术上 能够来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非常多的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 虽然我不是学法律专业的 但是呢 跟美国的律师界啊 司法界的这些朋友 我还是觉得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那王师母您这次呢 加入能够和这些基督徒的法律人在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您看您愿意从哪些方面谈一谈您的愿望啊 或者是说今天的活动中一些体会啊 或者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广州的良人教会近期的情况 我是半路加进来的 但是我是觉得很感恩的 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在交流 其实我只是一个女人 很少就是在我先生受逼迫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基督徒律师 那我感觉到这一个群体啊 现在在中国是真的是可以对我们来说是帮助很大的 如果没有这些基督徒律师在为我们啊维权的话 没有美国对华援助的啊父母师对我们的帮助 也许可能我今天我先生还在大脑里面 我们也特别感谢就是在美国的这些基督徒 为我们的禁食祷告 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起来了 我们虽然在中国但是我们感觉到不孤单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去打仗的 我们这个是鼠邻上的征战 如果让您能够简略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春天发生的事情 您看从哪方面讲一讲事情的起因啊 还有就是王导牧师他遇到这种逼迫 这是第几次啊 后来情况如何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其实是六年前来到广州的 那我先生呢是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幸存者 然后但是他没有逃掉中国政府对他的迫害 他做了一年多的劳 然后出来以后 因为他信了耶稣 所以他愿意将神的爱带给每一个自治的同胞 所以他一直在中国默默无闻的传道 他没有去参与任何的政治和民运的活动 一直都是以传讲上帝的爱为主 就因为我们去参与512地震过后的救灾 然后政府发现了我们这个教会就一直对我们打压 我们在这几年当中我们搬了三十多次的家 直到五月八号 我们被迫就是在外面聚会 我们租到的每租到一处房子 政府发现了就可以给房东市加压力 不准租那个房子给我们用 又把我们的房子锁上 所以最后让我们两人教会变得只能在马路边聚会 但马路边呢我们又担心影响交通 所以我们选择去公园 但我们还没有去公园 星期六五月八号星期六的早上 我先生在家吃完早餐 警察就来把他带走了 然后与聚众咬乱社会秩序来刑事拘留 通过弟兄姐妹的祷告 通过基督徒维权律师对我们的帮助 终于在六月十三号能释放回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一样面临的 就是住不到地方聚会 我们这次的访问内容主要是侧重两方面了 宗教自由法治建设这两方面是比较主要的 那看各位谁还愿意谈一谈 你们觉得你们的这一次访问的内容 所得所见所闻呢 对中国社会会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 我觉得就说这个是一个有借鉴意义的了 因为包括这个万家宝总理 这个好像近两年多次提到 要建立这个公平正义 尽且要是公民有尊严的生活 那么透过我觉得这一次的 至少近距离的观察和我对美国的 这个在美国民众当中了解 我是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是需要全社会 一个这个每一个公民都要进行参与 那就是说为打造或者建造这么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必须有全体公民的积极的去参与 就是要做真的做公民 不又只是想着做顺民 那好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 非常谢谢各位到自由亚洲电台的录音间 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祝各位呢 接下来的访问行程 一切顺利 收获满满 谢谢 谢谢